好 這個末了啊 我們很多這個 道親啊 可能會覺得修行是大人的事情 跟小孩子沒有關係 我們小朋友呢 就是吃喝玩樂睡覺就好 但事實上不是的喔 我這邊就有幾篇文章 是小學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的小朋友 他寫了一個修道的心得報告 等一下唸給大家聽聽 都比你們要小得多 小學四年級我們後學道場的一個小道親 現在啊我先 講一個禪宗的公案 也是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皇帝叫做梁武帝 那麼梁武帝的時代呢 剛好我們的彌勒祖師化身 在這個世間投胎轉世 來映化叫做傅大使 他是在家人 他說傅大使 梁武帝有一次啊請傅大使去講 金剛經 文武百官都逗堂聽講 這個時候呢 這個傅大使呢 上堂以後呢 就用這個戒指啊 然後在桌上用力一拍 啪一聲 然後就下台了 整部金剛經常只有拍了一下 一句話都沒講 下台以後 梁武帝的國師叫至公禪師啊 他就問梁武帝說 陛下你懂的嗎 這個梁武帝說我不懂 不懂什麼意思 為什麼金剛經 整部金剛經拍一下就 就下台呢 因為金剛經的精華啊 再一句話 叫做無所住而生其心 無所住 因為我們的心都住在很多地方 我們有時候呢 住在愛情 有的時候住在學業 有時候像小朋友們 有時候會住在這個網路遊戲上面 有時候住在漫畫上面 住在書本上面 住在遊玩上面 住在食物上面 住在很多的東西上面 所以住就是心一直想著一些 自己所貪愛的東西 有所住 心收不回來 所以就算呢 大事在講經說法的時候 他的心還是想東想西啊 沒辦法回來 無所住 沒辦法離開他所住的地方 所以要無所住 離開你所住的 執著的一切地方 這時候才會生出 智慧心菩提心出來 那要怎麼樣做到 他拍一下 因為這個一拍呢 馬上他的心 就從四面八方收回來 醒過來沒有 好厲害 有些碎神啊 碎公那麼厲害 這麼一拍還沒醒過來 好 通通醒過來 最後還有五分鐘 我要念這個小道心的 小道心的修道心得了 無所住而生其心 心不管住在哪裡 通通收回來 小學四年級的小朋友 看看他的修道心得 他自己寫的一句都沒改 第一篇文章 我對道的親身體驗 他說在上課時我常用三寶 因為我發現 上課時念無字真經 不但不會分心 還都聽得懂老師在講些什麼 放學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 每走一步 就念一次無字真經 因為我覺得這樣 麻煩和意外 就不會找上我 回到家了 我做功課時 還是用三寶 因為小天使會來教我 晚上我一邊哼著歌 一邊洗澡 但事實上是在心裡 用這首歌的曲調 來唱無字真經 那是一種夢幻美妙的感覺 彷彿小天使把我的心帶走了似的 對我而言 三寶就像小天使 永遠跟在我身邊 這是第一篇 第二篇 佛燈裡面的小仙女 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佛堂 看爸爸獻香 結果在看佛燈的時候 我竟然看到佛燈變成一朵 蓮花的花苞 迅速的綻放 然後蓮花裡邊 突然跳出一個小仙女 小仙女有長頭髮 從頭到腳都是火紅色的 她小小的不到一隻鉗筆的高 調皮的在佛桌上亂蹦亂跳 只可惜她沒有拿仙女棒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眨眨眼睛 小仙女沒有消失 我不相信又揉揉眼睛 這次錯不了了 因為小仙女依然在佛桌上 像精靈一樣跳躍 還記得更小的時候 有一次我還看到佛像 睜開眼看我一下呢 為什麼緣故呢 他有一次啊 他的爸爸在獻香的時候 因為佛堂在一樓嘛 他從二樓樓梯下來 在轉角那邊偷看 然後覺得好笑 覺得那個佛像在睡覺 你們在那邊拜那個 最早死的佛像太好笑了 他正在覺得好笑的時候呢 那個佛像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像啊 突然間轉過頭來對他笑一下 睜開眼睛對他笑一下 真的有佛啊 不是死的 好 第三篇文章 佛堂有小仙童 有一次佛堂有請壇 我和媽媽去獻香 叩手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許多小仙童 在佛堂中跳來跳去的 我好想跟小仙童一起玩哦 可是我又看不到他們 後來佛燈熄掉以後 就再也沒感覺到他們 小仙童又回到天上去 你看小朋友的感覺就這麼敏銳 事實上我們請壇的時候 真的仙童都下來了 再來這一篇 我的小佛堂 前幾天我在我的書桌上 設了一個小佛堂 主角是以前典傳師叔叔 典傳師叔叔就是黃典傳師啊 就是天綠的那個黃典傳師 主角是以前典傳師叔叔 送給我的小小弥勒佛 這麼小一個 和仁波切 有一位仁波切呢 在我們道場求道了 是密宗的一位仁波切 從不丹來的 送給我的綠度母 綠度母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有時我會從花園採一些花 送給弥勒佛和綠度母 好貼心哦 自從設了小佛堂以後 媽媽說 你的房間有一種清靜的感覺 比我的房間還好呢 因為有這個小佛堂 我晚上不會害怕一個人睡覺 而且我做功課也會很專心 不像以前一樣 我常常坐在床上 看著密勒佛和綠度母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很快樂 好 再來這一篇 無知真經幫我補夢 注意這個補夢 我們小朋友知道不知道書局有賣一種補夢網 說做噩夢他可以把它補起來叫補夢網 他說以前我常常做噩夢 後來媽媽教我一招 睡覺以前念無知真經 念到睡著 而且拜託仙女菩薩不要讓我做噩夢 哇這招可真靈 晚上安靈多了 不再有噩夢來煩我 現在我已經十歲了 已經有自己的房間 而我聽說補夢網可以補夢 有一天我在書局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 藍色的補夢網 一看忍不住就用零用錢買了下來 我心裡非常高興 回家在我的床邊找了地方掛上去 有一天我好累好累 就在我累得快睡著時 我想倒是要看看補夢網靈不靈 我就沒有念真經一下子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好累啊 因為噩夢怪夢都來煩我 害我睡不好 補夢網一點也不靈 我就深深相信 無知真經是最有效的補夢網 現在我每天都念無知真經睡覺 而且試著請 請仙女菩薩在七點叫我起床 第二天早上起來 竟然不多不少正好七點整了 以前我常常賴床遲到 現在我不用訂鬧鐘也不會遲到啦 好 最後一篇 《思前人 慈祥的眼光》 記得我 思前人知道吧 我們的思前人 大的思前人 記得我三年級時 參加了一生一次的懺悔班 是由一位思前人主辦的 那時他正在講到 那小學三年級就來參加懺悔班了 那時他正在講到 他說的我一句也聽不懂 一句也記不得 但是他慈祥的眼光卻深深印在我心中 懺悔班辦完之後不久 就聽說思前人又到各地方去辦懺悔班 而且得了重病而歸空了 我領悔到他那仁慈善良的心 願意替我們承擔一切的業障 我想他一定為好幾千人好幾萬人 承擔了不少的業障 思前人的喪事我並沒有去 雖然思前人已經歸空了 但他那慈祥的目光 將永遠留在我心裡 我們都見過思前人嗎 見過啊 思前人慈祥的目光啊 也希望你們都像這位小朋友一樣 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而且要效法思前人 這樣子慈祥的堅持的 用自己的生命啊 去實踐這個道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課了